接著要上的叫做 啵大行星 啵大行星 太陽系 太陽形成的時候 吸收的雲氣 不斷地旋轉 繞繞 那邊有一些小東西 小層那一小東西 彼此的碰撞 吸附 然後微行性 之後就變成所謂的太陽系 太陽系 有一個東西在那邊 爆炸 然後呢 有個壓縮坡過來 壓縮那邊的星雲 使它收縮聚集 形成所謂的太陽 旁邊的東西呢 跟著一起旋轉 然後就構成太陽系 所以有一個超新星爆炸 然後呢 震波殘地 然後到達星雲壓縮 然後它開始收縮變成 變成太陽 然後旁邊太陽旁邊的圍塵 就開始吸附旋轉 繞繞吸雞盤 然後就構成所謂的原始的行星 然後最後形成所謂的太陽系 所以這邊有一個簡單的影片 這影片看不出什麼太大的 這叫你幾萬年前幾萬年後 就是有一團雲氣 然後開始呢撞起 然後收縮 然後形成太陽 旁邊東西開始繞繞繞繞繞繞繞 就一四四幾萬了 然後開始就構成所謂的 那個 所謂的行星的系統 是 一個 所謂的太陽系的 形成的一個過程的狀況 太陽形成了 然後旁邊的東西 在吸附聚集收縮 然後就構成 然後就構成一個渣渣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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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構成了太陽系 時間大概呢 花個幾 就要到現在了 四十六到現在 就是過程是這樣 根據國際天文學聯合會 在2006年8月24號的定義 說什麼叫行星 繞太陽 廢話 第二個夠大顆 太小顆不行 夠大顆 大顆能夠收縮成幾乎一個球體 因為球是表面積最小 好球體 再來清乾淨 這是重點 第一個 為什麼要下這個定義 以後告訴你 然後清乾淨的意思是什麼 也是以後告訴你 這個定義 根據這個定義 現在就剩下 不認大 不認大幾星 水星金星地球 我星 木星土星 天王星海王星 一 要廢 二 要造勢去廢 結社討過 一 要廢 這應該小學廢過 一 要廢 好了 走走 要上師区一杯 這個學廢跑過 從沒有 Greda 德哥西不見 迷惘 要我告訴你 為什麼不見 為什麼不見 好 目前找到普通事話 酒煞 最有個迷惘 他另外怪怪的有沒有 他被看到原因之一 有沒有 別人都這樣 穿歪歪的 他被看到原因之一 好 好 然後呢 這個 表格不用費 這個表格不用費 看看 表格不用費 好 這知道現在是非的 這個土道我再看 你們前面舉得到很響 這個有沒有 都舉得到很 大聲有沒有 OK 好 來 重點 我們的四大行星跟兩類 一類叫類地 一類叫類目 重點一 為什麼會有類地跟類目 重點二 誰是類地 誰是類目 重點三 類地跟類目有什麼 不一樣 重點一 為什麼有類地跟類目 太陽風吹的 太陽風吹的 太陽溪形成的時候 太陽風吹 輕的吹到外面 重點流在裡面 在外面呢 就形成類目 流在裡面就形成類地 水一 為什麼有類地跟類目 重點二 誰是類誰是類目 前四顆是類地 水星 金星 地球 我星叫類地 後四顆是類目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叫做類目 好 重點三 類地跟類目有什麼不一樣 類地跟類目 基本上 類地形成的體積小 質量小 質量小 類目形成的體積大 質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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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是 密度是類地形成的比較大 類目形成的比較小 為什麼 因為它的組成不一樣 因為類地形成的組成是原始跟氫屬 類目形成的組成是氣體跟氫屬 差不一樣 好 同時衛星的數目也不一樣 類地形星幾乎水星金星沒有衛星 月球只有一個 月球只有一個 第二次有一個 月星叫做月球 可是呢 類目都很多 都十幾個 聽到有十幾個月亮 好 所以 類目的衛星都很多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叫有沒有環 類地都沒有環 類目都有環 最有名的就是這個 最有名的就是這個 土星環 維納斯的戒指 土星環最有名 很早就看到有環很漂亮 後來發現所有的類目都有環 只是有的比較稀薄你看不太出來而已 看不太出來而已 看不太出來而已 這也是冥王星會被淡掉的原因之一 你看到 前面四顆都怎樣 小小哥對不對 後面四顆都怎樣 大大哥 看到冥王星是那樣大哥 就變超級小哥 所以他都跟別人不一樣 鬼道長人家跟別人家 不一樣 剛才大大哥也跟別人家 不一樣 就被淡掉 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ok 所以呢 你弦星那天又不會考 你就會考你 哪一顆星 既不屬於類地 也不屬於類目 冥王 因為分不出來 因為分不出來 好 所以要做類地型跟類目行星 這個是重點 重點一 為什麼是考過 為什麼有類地跟類目 太陽風吹的 重點二 誰是類地 誰是類目 前四顆類地 後四顆類目 對三個都不一樣 上面的綠色是重點 一個密度大 因為主成是 填石跟金屬 一個密度小 一個主成是 氣體跟冰雪 衛星有人問 類地型星衛星少 類伏型衛星多 基本上沒有人問 沒有人問 有沒有還 基本上沒有人問 有沒有還 這件事情 這就是心裡要記住的事情 三文 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好 接著要教 為什麼冥王星被幹掉 幹掉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由於歷史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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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當初其實 你以為的冥王星 好大顆 就慢慢想 原來好小顆 由於歷史的關係 所以呢 我們當初呢 就把冥王星 列在行星當中 可是冥王星實在太奇怪了 別的軌道都平一平的 這兩個軌道是 歪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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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歪 然後呢 你在後面 應該給他大顆 就超級小顆 怎麼長得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呢 就覺得你很怪異 然後當時發現 冥王星的時候 還不知道有什麼復活 但很多不小 還不知道很多小顆 所以呢 很早之前 就有人想把他幹掉 因為他根本就不像 所以 在新年兩千年 美國紐約新開戶的 韓恩平洋平 就是掛了華爾大 就把他幹掉 在美國還有一個小小的風波 小學生發起搶救冥王星運動 為什麼 因為冥王星是美國人的驕傲 天王海王都不是美國人發現 冥王星是美國人發現 這顆行星是我們美國人發現 所以這是美國人的驕傲 他把他幹掉了 他們就很不爽 跑掉很爽 但是呢 他實在太怪異了 實在是 不行 因為我們現在也不知道 庫國代啊 可能只是庫國代一個小天體而已啊 不能算做了所謂的行星嘛 好 但是拖多拖 多到這一年就不行了 2003年10月份 有發現一顆星 當時佔名為奇納 可是說要經過國際天文全天和會 所以之後被名為惡理師 之後我們翻譯說戲神星 因為這惡理師是個吵架神 所以是兄弟其他個喜 吵架神 然後戲神星 這顆星比冥王星還要再大顆 你如果冥王星能夠算行星 那我當然可以算行星啊 所以當時報上有人寫說 我們發現了第十顆行星 那問題就來了 這顆到底算不算行星啊 以前都是英群苟且啊 古人說那個積木就是叫行星啊 天王行星啊 海王行星啊 冥王星行星 從來沒有對行星下過一個真正的 另一波沒有 可是他共産都不行啊 他算不算 他算不算 那就逼了我們對他就要怎樣 討論一下 怎樣才叫做行星呢 所以就開了會 其實在會議正式結束之前 我在報道看到的幾乎都是 太陽氣將有十二顆行星 十三顆行星 就數目會變多 數目會變多 所以十二顆十三顆 就誰知道他會只剩下 八顆 他會就說 好他只要看到行星 要 到太陽 要 後大顆 要 清理乾淨 但很抱歉 有沒有用心 沒有 所以你就會 太掉 所以就從九大變成 不人大 然後又變成八大 這是他會被看到的原因 OK嗎 好 九大有問題嗎 明明明見 明明明 明欣明